海上是以一個荷蘭時期 荷蘭人來發現到台灣的一個出發點 這艘船主要是 參照東印度的商船 下去做改編 畫風有點像海賊王那樣 上面的動物 是配合台灣的山、河、林、海、濕地 所有的我們台灣的物種 上面有我們觀光署的歐雄組長 做一個領航的動作 那我們這次的船主要就是 我們長度落在18公尺 高會落在10公尺 那我們都會搭配擬人化的手法 下去做絲坐 我們的腹地總共是一個 45公尺的直徑的圓 所以我們周遭是用 採用那種裝置藝術型的海浪 搭配我們的傳統畫燈的手法 下去讓民眾 既然我們這個燈區 其實是一個類似 沉浸式的觀賞 讓民眾可以感覺說 我們身歷其境 感覺我們就真的很像是 跟著我們的歐雄隊長 歐雄船長一起出遊 一起去把我們台灣帶到國際 這裡的船主要是 這次的船主要是 第四次的船主要是 在旺南流時 在旺南流時 水中飛至香港 旺南流時 海浪 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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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